大家好,我是一二提,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红明note增强版的一个开箱的一个视频 这部手机也是我下午才到的,是没有打开过的 我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快递的信息吧 是这个序列号,什么购物清单什么东西的 然后收件人,然后和一些地址 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明note是一个 我买的是一个999的一个,没有含一些配件 好,整体的一个包装啊 大家可以看出来也是非常的符合小米的风格 一个米兹logo,背面呢 来看一下,为发烧而生 然后是红明note粘通增强版 支持一个wcdmi,然后双卡双待 8核的一个1.7GHz的联发个MTK6592的一个CPU和2GB的内存 5.5英寸720p,IPS 然后500万的BSI前置上头和130万的BSI自动对焦摄像头 然后3000毫安的大的容量电池 基于4.2的一个MIUI系统 然后一些小米官网之类的信息啊 一些什么啊,一些东西吧 好,我们来打开 啊,是一张发票 然后呢,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波膜啊,为发烧 是为发烧而生 啊,大家是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主机 一个这个数据线 啊,一个充电插头 啊,说明书 大家是可以知道 这大概就 这就是一个说明书和简介什么的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3200毫安的电池吧 啊,非常大 然后呢,就是空空入眼了 这就是红米Note的,呃,全部包装 啊,红米Note也是我之前就是,呃,非常意外的 就是,呃,突然发现就是还可以继续抢购啊 然后点击了一下,哎,结果就想到了 啊,也是非常神奇吧 然后,这大概就是整机的这个 所有的,呃,包装盒类的所有东西 还是,整体还是非常的,呃,紧致吧 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小米这种总体的风格 我们先放到旁边 听说这个小米的这个,呃,这个红米Note啊 这个后盖非常难打开 呃,我也是来看一下吧 哦,还算OK吧 不算特别难打开 因为我有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呃,这个最难开的一个手机啊 就是那个魅族MX3,它那个后盖才叫真正难打开 这个红米Note还算是比较的轻便吧 好,我们来撕开的薄膜啊 也是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哦,非常漆黑啊 也是一个全天后屏幕 按键手感回程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 好,我们来开一下个机 好,现在我们也是即将会开机了 好,这就是一个,呃,这是这次本期的一个红米Note增强版的一个,呃,开机视频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呃,我是E2T 下面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详细的一个评测视频 好,谢谢大家